新竹县竹北市位于头前溪及凤山溪中下游冲击扇平原 拥有直地优良的土壤 素有新竹米苍之称 为北部地区重要的稻作生产区 除了农业外 更有着北台湾最大的乌鱼养殖区 与海岸线的自然生态林结合 蕴藏着无限丰富的滨海生机 为了这地方的发展 所以我们像前三计划 像进入部水利署 我们总共要了三亿多的经费 来这边来做建设 这个通车以后 我想周边的我们目前 竹北市现在在这一区里面 有480.973公顷 跨五个里的休闲农业区 为了打造竹北滨海旅游新亮点 竹北市积极争取前瞻水环境计划 规划水月休闲农业区 区内包含 新月沙湾 凤山溪水月异象景观桥 以及牛浦溪水月异象整体景观工程 整个工程一共有两座 一个是跨凤山溪 一个跨牛浦溪 跨凤山溪一共有451公尺 那牛浦溪有72公尺 这两座桥把它做完以后 就可以串联桃园的绿色隧道 那也可以衔接我们新竹市的 17公里海岸线 等于桃园新竹县新竹市都可以串联起来 水月的命名原始于新月沙滩 和海岸线丰富的水生动植物 同时区内安奉的水月观世音菩萨圣像 坐落在水月公园内 护佑众生的同时 也成为著名的景观地标 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 凤山溪水月异象景观桥 近牛浦溪水月异象 整体景观工程 正式通车启用 舞台上精湛的演出轮番上阵 为典礼揭开序幕 众多民众引颈期盼 一同见证景观桥正式通车启用的历史时刻 这条桥在施工之前 我们凤山溪的北岸跟南岸的交通 就必须要靠西冰公路来接 其实骑士行车是非常危险 所以现在在凤山溪的北岸跟南岸的连结 就很方便 骑士行车的人就直接可以过来 水月桥的造型犹如海风吹拂 形成的新月沙湾 同时金黄色的桥体 象征着黄金乌鱼籽的丰收 与著名的凤旗日落相互印和 于桥上骑程或漫步时 可享受落日余晖 水添一色的美景 水月景观桥通车之后 对车有最大的福音 是因为我们之前要骑到新竹的时候 经过这个地方都要骑西冰公路 非常的危险 但现在有这座景观桥之后 就可以从西冰公路的引道 一路从新月沙滩骑到南辽渔港 对于大人跟小朋友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骑单车是一个好事情 反正在这边轻松骑 还有很重要 带你的家属来骑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外面的交通 所以都很单纯 所以请小朋友一起骑也很棒 景观桥通车后提供给自行车爱好者 全新的旅游动线 结合自然浓渔业与海岸潮间带的生态资源 满足旅客吃和玩乐的游气体验 这条旅游路线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经过了新竹九江峰乌鱼子的滋味非常的棒 所以以后来这里可以骑脚踏车 欣赏新月沙山的夕阳 然后吃到美味现烤的乌鱼子 还有一些石斑鱼的料理 甚至还有莱姆醋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 不是只有短短停留一两个小时 甚至以后这边可以变成两天一夜的小旅行 我相信会带来我们竹北西区的发展 会让竹北更加的热闹 经济更加的进步 假期时协同亲友们来到竹北 便能借由顺畅的骑尘动线 保览桥上风光与湿地美景 一同沉浸在竹北的深厚魅力中